温以凡收回视线,没对这话发表评价,只恩了生,他也无从考据这话的真实性。 唯一觉得疑惑的点就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大学毕业典礼结束后的聚餐上提起桑岩高中时的事情。 毕竟他俩的事儿,似乎连苏浩安都毫不知情。 再加上,按照桑岩那么骄傲的性子,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弱态随意展现在别人的面前,也懒得去跟别人谈心诉苦。 所以,温以凡也想不到这是是以什么为源头提起来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当个玩笑话一样,很坦然地说出来的。 毕竟也过了这么久了,这么一想,似乎还挺合理。 温以凡没再多想,只觉得这是还挺神奇。 他倒也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成为最好的那个。 后来桑学长还说,慕承允侧侧头看他,适当地补充,再遇到他可能会重新追这个人,但心态肯定跟以前不同了。 温以凡转着方向盘,没吭声。 说完,慕承允安静几秒,似是在猜测他的想法。 他但笑着,语气云淡风轻的,不过应该也只是醉话,不一定是真实想法。 这话落下,车内又陷入了沉默。 温以凡沉吟片刻,呼得冒出了句,你之前不是说。 嗯,温以凡指出他话里的漏洞。 他一整完指,说了一句话嘛。 慕承允的笑意一僵,很快就恢复如常,我之前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什么印象了。 那可能是我喝醉了吧,就说错了。 那你以后注意些,出去玩也不要喝太醉。 我们做这一行的,随时都会有突发事件。 说到这,温以凡认真的提醒。 还有,平时八卦随便说一下可以,但你做新闻,不可以用这种态度。 看到的,听到的是什么,出来的报道就该是什么样的。 像对待副状一样,温以凡平和道,不能靠猜测,也不能用听错了,记错了,说错了当理由。 全部都得实事求是。 慕承允的笑容完全收敛。 他表情严肃起来,连忙硬下,我明白的。 把车子开到南无市人民医院。 温以凡找了个位置停车, 两人拿上设备下了车,按照指示牌,往医院的骨科科室走。 借着这空隙,温以凡低头看了眼手机,回复了几条消息。 来之前,温以凡联系了医院和伤者的母亲,经过对方同意,才前来采访。 他提前了解了情况,伤者是个刚上初一的小姑娘,名叫张雨。 张雨天生生态损坏,不能说话。 当天的情况是,张雨跟同学一块去附近吃东西,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些。 过马路的时候,赵试者将他撞倒后,来不及刹车,从他的右腿撵了过去。 这个情况让赵试者立刻清醒,下车叫了救护车。 两人进了张雨所在的病房。 这是个三人间,这会儿都住满了人。 张雨正躺在中间的病床,已经做完了手术,腿上打着石膏。 他的模样稚嫩,眼眶红肿,明显是刚哭过。 张雨的妈妈坐在旁边,轻声哄着他。 温亦凡走过去,主动打了声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了一番。 张雨的妈妈名臣立真,看着一点都不像有个那么大孩子的母亲。 模样保养得当,气质温婉至极。 他格外配合温亦凡的采访,全程没有甩脸色,也没有任何不耐。 他在影响了张雨的心情,采访在病房外进行。 温亦凡边问问题边坐着笔录, 旁边的沐成云架着摄影机拍摄。 最伤心的还是孩子,陈立真揉了揉眉心。 说着说着,眼眶也发红,他才刚转进南乌艺术学校,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这是会不会影响他跳舞。 温亦凡了下,问道,小雨跳舞吗? 陈立真别过头,蹭掉眼泪。 嗯,芭蕾舞,七岁就开始跳的。 听到这话,温亦凡往病房的方向看了眼。 小姑娘低着头,双手搁在身前交缠着。 她的眼睛轻颤着,眼泪不知不觉又掉了出来。 却没有任何发泄的途径,连哭起来都是无声的。 因为不能说话,小雨一直很内向,也没什么朋友。 陈立真边说边翻出手机,给她看照片, 之前发现她有跳舞的天赋,就给她找了个培训班。 开始跳舞之后,她才渐渐开朗了起来。 医生说还要看小雨之后的恢复状况, 现在也不能肯定会不会影响。 陈立真的眉眼带了几分疲倦, 最近还在跟小雨爸商量, 要不要给她转回普通初衷。 温亦凡的目光未移,神色有些恍惚, 想起了她高中的时候。 那会儿,温亦凡也是因为类似的事情, 从舞蹈声转回了普通声。 高一的那个暑假, 温亦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校外集训。 在那之前,她的膝关节一直隐隐发疼, 在这段时间的练习当中也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 在赵苑东的陪同下,温亦凡上了趟医院, 被查出是膝关节半月板二度损伤。 医生给她开了药,让她静养三个月, 期间不能有剧烈运动。 这虽并不算严重, 但对于温亦凡一个舞蹈生来说, 影响也不算小。 但她虽觉得焦虑, 却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配合医主, 希望能早些好起来。 等恢复好之后, 再努力补回进度就好了。 但在新学期来临前, 让温亦凡格外猝不及防地势, 赵苑东在某个夜里来到她的房间, 戚戚爱爱地问她 愿不愿意转回文化省。 她觉得荒唐至极, 只觉得这种小病痛根本没到让她直接放弃她跳了近十年的舞。 温亦凡想都没想就拒绝, 但在赵苑东接二连三地提出后, 温亦凡才渐渐察觉到, 赵苑东似乎并不是因为担心她的脚伤才说出了这样的提议。 后来, 她无意间听到继父和赵苑东的对话, 是因为她作为艺术生, 假期集训的花销太大了。 不光是这次, 接下来的每个假期都要集训, 每次都要花钱, 会让他们难以承担。 赵苑东没有工作, 手里的积蓄都是温良者留下的, 现在也成了新家庭的共同财产。 继父那边不太愿意出这个钱, 便借着这个机会, 提出让温亦凡转回文化省。 她的态度强硬, 说出了无数个理由, 加之赵苑东性格没什么主见, 听她说多了也就同意了下来。 接下来, 温亦凡的反对完全没了任何用处。 大人已经定下来的事情, 小孩再怎么不愿意, 再怎么反抗, 都只是无用功。 那微小的言语, 就相当于透明的, 看不见的东西。 高二新学期开始后, 温亦凡转回了文化生。 因为这个消息, 班里的其他同学都非常震惊, 觉得很莫名其妙。 这事情就相当于, 高三临近高考时, 一个成绩名列前茅的理科生, 突然说自己要转成文科。 好几个关系好的同学, 都轮着来问了她一遍。 温亦凡根本说不出是因为家里觉得开销大, 他们不想再承担这个费用这个原因。 也因此, 她对所有人都撒了谎, 说中了自己的病情。 因为脚受伤了, 以后都没法再跳舞。 桑妍是最后一个来问她的。 那个时候, 温亦凡正坐在位置上, 安静地垂着眼。 她没有看她, 继续看着手里的课本, 神色平静地复述了先前的话。 桑妍沉默了好一阵, 才问, 真没法跳了。 温亦凡, 嗯。 桑妍, 你这受得哪门子的伤? 温亦凡失笑, 反正就是这个结果。 眼前的少年又沉默了下来。 温亦凡翻了一页书, 轻声道, 没事, 我也没多喜欢跳舞。 没多久, 温亦凡用余光看到。 桑妍抬起手, 轻碰了下她的鼻尖。 她抬眼, 桑妍对上她的眼, 扯了下唇角, 鼻子变长了。 撒谎, 鼻子会变长。 所有人都被她平静至极的态度, 忽悠了过去。 唯有桑妍将她的伪装戳破。 没关系, 咱再等等。 桑妍扮趴在她的桌上, 也抬眸看她, 要是好转了, 再转回艺术生也不迟。 你看你现在成绩一塌糊涂的, 趁这个机会学点席也好。 温亦凡看着她, 没说话, 要真好不了, 那偶尔跳一下应该也行。 还不行的话, 桑妍笑, 语气像是在哄小孩, 那我学了之后, 挑给你看呗。 温亦凡的思绪被陈丽真的话打断。 陈丽真笑笑, 又振作了起来, 不过还是要看小语自己怎么想, 不管她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和她爸爸都会支持她, 尊重她的。 温亦凡又看向陈丽真, 用力眨下眼, 也笑。 嗯, 一定会好起来的。 采访结束后, 温亦凡又跟沐承云跑了几个地方, 两人赶在四点前回到了台里。 进了编辑机房, 沐承云把素材导入系统里, 偶尔问温亦凡几个问题。 她一一回答, 听着同期音写稿, 等把新闻成片交去审核时, 已经到了饭点了。 温亦凡收拾好东西, 起身出了机房。 沐承云跟着她一块出来, 随意地问了句, 以凡姐, 你今晚还加班吗? 咱一块去吃个晚饭? 嗯, 还有点工作。 温亦凡其实没什么事情要做了, 按道理她此时就该下班回家, 但这会儿回去她, 怕会碰到桑眼, 我不吃了, 你去吃吧。 沐承云挠了挠头, 小声说, 我看你好像一直不怎么吃晚饭, 对身体不好。 温亦凡笑, 我知道, 饿了会吃的。 那我给你打包个吃的。 不用。 那, 行吧。 沐承云也没强人所难, 跟着她一块回办公室, 我一会儿去公司饭堂随便吃点, 晚上也得留下来加班写稿。 温亦凡拿出手机, 随意翻了翻消息, 嗯, 一整天温亦凡都忙着工作, 没工夫去想其他事情, 但此时闲下来了, 早上发生的事情又历历在目, 不断地在她的脑子回荡着。 温亦凡依然没想好回去之后, 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但有了一天缓冲的时间, 温亦凡的心态也没一开始那么崩。 温亦凡的思绪清醒了些, 开始回想尽早的事情。 渐渐想到早上起来之后, 桑岩睁眼看了她一秒后, 把她拉扯回床上抱着的举动。 她一顿, 忽然觉得这里有些奇怪。 这个念头一起来, 温亦凡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一早起来看到一个异性躺在自己床上, 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地继续睡觉? 不像她那样瞬间清醒就算了, 甚至还做出那样的举动。 温亦凡有点怀疑人生, 也不知道是她这边出现了问题, 还是桑岩那边的问题比较大。 她想找个人来问问, 但这事情感觉也不好提。 就算她是以我有一个朋友的名义来问, 对方也会直接默认是她。 那这个世界上就要有第三个人知道, 她梦游爬上了桑岩的床。 她做出了这么无耻的事情。 疏忽间,温亦凡突然想起了 之前看到的那个树洞博。 温亦凡犹豫着打开了微博, 找到那个博主, 慢腾腾地在对话框里打字。 她不敢完全按照真实情况来说, 唯恐就是这要巧, 桑岩也恰好关注了这个博主。 思考了半天, 温亦凡干脆改了个起因, 命名打马, 我前段时间跟一群朋友出去聚会。 我们去唱K, 开了个包间, 大部分人都喝醉了, 所以直接在包间里过夜。 醒来之后, 我发现我跟一个男性朋友躺在一块, 他还抱着我。 我想坐起来的时候, 他就醒了, 看了我一眼, 看着不太清醒的样子。 然后又抱着我继续睡了。 想问问, 正常人醒来之后, 看到旁边有个异性, 正常反应会是这样吗? 敲完前因后果后, 温亦凡又看了一遍, 看着那两个抱子, 总有些不自在。 他迟疑着, 过了好半天才发过去。 与此同时, 他收到了条微信, 温亦凡点开, 是桑岩的消息, 什么时候回? 这语气看着是终于有空了, 要开始跟他追究后果的态度。 温亦凡想到这事就头疼, 他看了眼休息室的沙发, 下定决心, 我今天还有点工作。 温亦凡, 不一定能回去。 温亦凡, 你要不直接锁门吧? 过了半分钟, 桑岩, 温亦凡, 然后停住, 这个只喊全民, 别的什么都不说的做法, 让人有种未知的恐惧。 温亦凡忐忑不安地 等了五六分钟, 那头才非常迟缓地, 接着来了一句, 做人要有点担当。 桑岩都这么说了, 温亦凡也觉得 自己这行为格外卑劣无耻。 再加上, 他仔细一想, 他也不可能一直这样 住在公司里不回去, 迟早得面对。 逃避没有任何用处, 干脆尽早解决。 看到这条消息后, 温亦凡淡定回了剧, 那我尽量早点完成工作回去。 为了让自己的话 可信度高一些, 这话发送过去后, 温亦凡过了一小时, 才起身出了公司。 一路上, 他都在思考着 一会儿回去该说的点。 先斟酌好措辞。 在脑海里想完还不够, 温亦凡决定做好充足的准备, 唯恐自己会忘词。 他拿出手机, 打开备忘录, 像写稿子一样, 一一往上敲打着。 等温亦凡到家时, 他已经想好了一套 非常有诚意的说辞。 温亦凡换上室内拖, 往客厅看了眼, 没看到桑岩的身影。 温亦凡稍稍松了口气, 抬脚走到沙发前坐下。 他往杯子里倒水, 顺带注意了下周围的动静, 听到厕所里 传来稀稀里里的水声。 哦。 在洗澡, 温亦凡喝了口水, 镇定了下心情。 他再度点亮手机, 盯着看自己 刚在备忘录自真聚拙的话, 默默地在内心读了几遍。 听到厕所门打开的动静, 温亦凡才放下手机, 传来桑岩拖鞋 与地面拍打的声音。 下一刻, 桑岩就出现在了 温亦凡的眼前。 他脑袋上搭了条毛巾, 上半身翅, 裸着, 只套了条短裤。 他的身材健壮, 露出快壮分明的腹肌。 见到温亦凡时, 他也不慌不忙地 直挑了下眉, 还知道回来。 这个场景, 让温亦凡的脑袋 立刻冲了血。 他猝不及防地别开眼, 感觉刚刚堆起来的镇定 都被他这个行为 弄得丝毫不胜。 他忍了忍, 提醒道, 桑岩, 我们先前说好的, 在公共区域, 穿着不能暴露。 哦, 桑岩扯过旁边的短袖, 套上, 我这不是认命了吗? 余光见到他穿好了, 温亦凡才抬眼, 什么? 这次桑岩没坐在他以往坐的位置, 而是在他旁边坐下。 他也轻身倒了杯水, 脱腔带掉地说, 亲也亲过了, 摸也摸过了。 这会儿穿上衣服, 在你面前都没穿, 还有区别吗? 距离拉近。 温亦凡瞬间闻到他身上的檀木香, 以及混杂着的淡淡酒气。 他抿唇, 强行扯开话题, 你喝酒了? 桑岩侧头, 懒懒地应道, 嗯, 那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 我们尽快说完这个事情, 让你能尽早休息。 这个距离让温亦凡莫名有些紧张, 他对上他的眼睛, 泰然自若道, 是这样的, 今早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我才发现我梦游是没什么方向感的。 桑岩眼眸漆黑, 直勾勾地看着他, 我用椅子挡着门也没什么大的用处, 这段时间, 你记得锁门睡觉就好了。 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心虚, 温亦凡没躲开视线, 我也会尽早去医院。 没等他说完, 桑岩呼地抬起了手, 盯着他的举动, 温亦凡剩下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桑岩的动作, 像是放慢了无数倍, 神色漫不经心又闲散。 他慢条思理地碰了下他的脸颊, 指尖的温度冰冰凉凉的, 指一下就收回, 你脸红了。